你会不会为了支持郭台铭而离开国民党 我不会离开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会不会把我开除我不知道 如果郭台铭正式表态他要选 你还会继续支持他 我对郭台铭的这个支持应该是不会改变 但是我最终的目标 也不是说一定谁去当选 而是说我最终目标一样下架民进党 我真的希望 我想跟大多数选民一样 我真的希望有智慧的人 有能力的人怎么样来促成他们可以真的来讨论讨论 不然的话就是大家讲难听一点 就是大家一起死 你会不会为了支持郭台铭而离开国民党 我不会离开国民党 我不会离开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会不会把我开除我不知道 我没有选择要离开 我会不会被选择离开我不知道 目前再也要谈的话 你认为哪一个应该先主动释出善意 比较有可能成功的机会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 就是柯文哲应该主动释出善意 因为他民调比较高 由他领先的人来讲 机会就会比较大 由后面去讲 可能就会比较那个 你这样讲有道理 所以应该柯文哲先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柯文哲应该主动释出善意 这是真的 如果他想也是要赢的话 再也要赢的话 那如果他不释出善意 就表示他要走他自己的路 他如果要走他自己的路 那其实大家就没什么好谈的 是不是这样子 他就是 如果柯文哲就是 基于他民众党的主体性 觉得就是 他就是要自己一路往前走 他也觉得 凭他自己的空战 也就可以 说不定达到那个目标 那当然他就往前走 那这样也好 他如果早一点有达到 这个说法 说得很清楚 在也里头 说得很清楚的情况下 国民党或者是你说国民党 他们也必须制作打算 所以如果柯文哲愿意出来讲说 好那我在也的部分 我们大家坐下来谈 你会鼓励郭台铭一起去谈 也会认为国民党应该要一起下去 主席 OK 有主席 党是主席为主的 当然是以主席为主 OK 因为我们各个候选 都还是党中央提名 党中央当然是领导 就是主主席 当然是以他为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